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开展研究 那么这样一些问题呢 一个呢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和论物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他的对象和论物是什么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唯物辩证法 它的规律和范畴的方法认的意义 这个呢普列罕诺夫我们说了 他是没有重点散发的是吧 关于这个唯物辩证法 它的规律和范畴的这样一个方法认的意义 这个思想呢实际上他们重视这个问题的研究 是和他们研究列宁的思想是有关系的 普列罕诺夫的这个哲学我们讲了 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历史唯物主义 是历史唯物主义 遗元论的历史观 而对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是没有研究的 所以苏联哲学这个时候啊 因为和这个研究列宁的哲学相联系 所以他们的研究的重点呢就放到了唯物辩证法 它的规律和范畴的这个方法认的意义这个研究上 由于这样一个转向呢 所以形成了后来这个四章二节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斯大林的这样一个思想 它是怎么来源的啊 和这个时期的这样一个讨论是相关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研究马斯主义哲学 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也是列宁思想当中的 哲学笔记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列宁的这个哲学笔记啊 它的最主要的部分 除了这个辩证法以外 就是他自己删法的这个 谈谈辩证法问题这样一些以外呢 就是还包括也有这个菲尔巴哈的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黑格尔的小逻辑 黑格尔的小逻辑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研究这样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呢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问题 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来呢 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我们知道这个物理学革命 物理学革命呢 就在这个物理学革命呢 导致了整个人类思维的这样一个变革 那么在这样一个变革当中呢 哲学发生的一个变革 是从哪开始呢 是讨论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开始的 是讨论哲学和科学的关系 所以在这一个时期啊 讨论哲学和科学的关系问题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 涉及到一个哲学的一个 重新发展的一个问题 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这个问题的提出呢 它最开始的就是这个 由于自然科学啊 特别是这个量子力学 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的这样一个发生 这样一个发生以后呢 就提出来这个 而这样一个革命发生的前兆 作为它的哲学基础呢 就是马合 这个哥本哈根学派和这个爱因斯坦呢 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这样一个思想得益于马合 马合当时是一个心理学家 是一个心理学家 他首先在心理学论证呢 提出这个创立了 当时心理学可以说是一个 新兴的这个哲学理论啊 新兴的这个理论 那么这个心理学它是什么呢 主要是批判这个巴普洛夫的这个生理学 巴普洛夫的这个生理学 它的一个特点 它强调什么 这个哲学的论识呢 它是以什么 是心理反射的啊 我们讲的是个反射论 比方说这个外部事物怎么刺激我的头脑 然后我怎么去反应它 那么整个他所建立的这个反应论模式呢 是建立在巴普洛夫的这样一个 生理学的基础上的 后来这个马合呢 就就创立了这个心理学 就认为啊 这个外部世界 这个对能的这样一个反应呢 实际上是和能的这样一个心理啊 有一个过程 他不能够啊 要从这个心理的整体上来研究反应 而不能够啊 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 机界的一个外界对能体的这样一个反应 所以他就是实际上呢 这样他就创立了一门新的学说啊 新的学说 就是对这个感觉啊 进行了这样一个新的分析 新的分析 那么这一个 这是他的一个功劳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他当时呢 就是在这个四季之交当中 他首先提出来一个思想 就是针对这个刘顿定理啊 就是说当时的这个科学家 都是什么呢 就是都是去认证这个以态 这方式性发现之后认证以态 马和呢就提出来 就说一切呢 就要以经验为标准 就是说以经验标准 凡是不能经 凡是经验不能这个达到的东西 那么他是不能成立的 都是形而上学都应该抛弃的 这也是这个逻辑实证主义的 一个最初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啊 然后他就提出来 所以就这样呢 就提出来 就是说凡是不能 一切都是以经验为基础 如果要是没有经验的 没有经验到了 或者说经验达不到的 看不到的 那么这样一些东西都是会抛弃的 这样一个思想呢 就对这个哥本卡根学派 和爱因斯坦的思想啊 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呢 就是根据他的这样一个思想啊 经验到的 那么这样呢 他就有一个这个 他就强调什么 这个整个哲学思维啊 就从追求这个绝对的这种以态 从绝对主义 向相对主义的这样一个转变 就经历了这个哲学啊 就是从绝对主义到相对主义 那么由于从绝对主义 到相对主义的这样一个转变 所以的这个相对主义的思维方式 就对当时的科学家 产生的很大的影响 当时这个物理学啊 发生了一个分化 同样面对这个物理学的 这个放射性现象 那么不同的这个物理学家 采取不同的态度 最后的就是 他们的成果是不一样的 这个爱因斯坦和这个 哥本卡根学派呢 他们就把这个马合的 这个相对主义的 这样一个思维方式啊 就用到这个物理学里面 所以呢 他们就发现了这个 因为这个量子力学和这个 相对论都是强调思维的 这样一个相对性啊 反对这样一个绝对性的 所以就创立了这样一个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实现了物理学的革命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一些固守在这个 原来思维 那个刘顿定理 这样一个思维的 这样一些物理学家呢 就成为一些旧物理学家 旧物理学家就被淘汰了 那么这样一个 这个思维方式的变革就是马合提出的 这样一个思维方式变革啊 就提出了一个 哲学和科学的关系问题 哲学和科学的关系问题 呃在这个时候呢 就说因为这个马合就说啊 凡是不能经验到了 作为形而上学的东西 都应该从科学里面 呃都应该从科学里面啊 把它拴除出去 也就是说你哲学啊 不能再作为科学的科学 临造于这个呃 这个科学之上 临造于科学之上 科学应该有自身的发展道路 那么这样呢 当这个呃 这个如果要是科学 从哲学当中分化出来 那么哲学的定位应该是什么 什么是哲学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哲学 和科学的这样一个讨论 这样一个讨论 既是科学对哲学的这样一个 呃 科学对哲学的革命 同时呢 也是哲学自身的这样一个革命 所以凡是在这个时期的人们 都要思考马克思主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 也要思考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个是这个关系问题 就是给哲学定位的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 到底和什么样的自然科学 和哲学相结合 因为你在那个时候 有多种自然科学 你有这个相对主义的思维 同时呢 也有这个绝对主义的 这样一个思维 因为它是在一个空前的 这样一个变革时期 所以你就要讨论马克思哲学 和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的关系 这个问题呢 就刚好涉及到什么 德波林学派 基建论派 他们的分歧 就是从这儿来的 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样一个自然科学基础 到底是什么 它和社会科学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 所以产生了一个重大的 这样一个分析 为了当时的 这个研究这个工作呢 所以他们呢 一个呢 就是说 出版了马克思恩克斯的 著作以外 在这个时候 那么同时呢 结合当时的 这个自然科学的成就 比方说 这个物理学的 量子力学 和巴弗洛夫的 这样一个心理学 这样来讨讨论哲学和 关系的问题 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那么根据这样一个时期的 争论和相继的发展呢 这个时期啊 就是说从二十 这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 它相继出现了三个基本派别 第一个派别呢 是德波林派 德波林派 又称辩政法家 辩政法家 那么这一派呢 是这个由 当时啊 这个德波林他们呢 就是 因为德波林当时是 苏联哲学 他是一个 就说苏联哲学的 一个领头人物 是一个职业哲学家 但是他也是一个 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他们就办了一个杂志 是 就是说 这个杂志的名称呢 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也可以说是 苏联哲学的一个 最重要的 这样一个康物 那么就 就以这个康物为 这个组呢 就在这个周围啊 集合了一群 这个哲学家 其中最主要的 有德波林 巴美尔 卡列夫 卢伯夫 这个 斯托里亚 罗夫 斯腾 就是他们都集合在 这样一个杂志下 那么这样 他们的主要的观点 就是这一派的观点 德波林的观点呢 就是强调 自然辩证法和方法认的联究 自然辩证法和方法认的联究 他们的文本根据呢 就是自然辩证法 自然辩证法 这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这个我们注意一下 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 强调一下恩格斯的 这样一个自然辩证法 我们强调前面讲了 这个科学和哲学关系的 这样一个真正 那么他也就是说 我对他 他强调这个辩证法的研究 自然辩证法的这样一个研究 强调这个方法认 那么这样一个思想啊 他的科学 他的哲学基础是什么 他主要强调这个恩格斯的 这样一个自然辩证法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我们讲了 对19世纪的 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研究 自然科学研究 他虽然有很多辩证法的思想 但是他毕竟呢 是19世纪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 这是第一个派别 那么第二个派别呢 他叫基建认派 这个基建认派呢 也叫基建认者 也叫基建认者 那么这一派的成员呢 他是由这个 国尼基米尼亚杰夫科学院的 哲学家和科学家组成 这个国尼基米尼亚杰夫科学院呢 实际上 他很大一部分都是科学家 就是自然科学家 那么在这个这样一些自然科学家里面呢 他们就说这个最主要的 因为他们是这个自然科学家 特别强调什么 这个注重这个自然科学 他特别强调什么 现代自然科学 也就是说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 这个新兴的这样一个哲学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 所以他的这样一个思想资源呢 主要是强调什么 现代自然科学 强调现代自然科学和这个自然科学 对于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样一个意义 这样一个意义 这个意义啊 他为什么这个叫做基建认者啊 或者说叫基建认派 一般的我们说基建认都是不好的 一个强调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是辩证法 怎么强调基建认派 当时呢 为什么把他们叫基建认派呢 因为他们当时啊 有一个最主要的观点 有一个最主要的观点 就是说这个量子力学啊 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量子力学就强调整个世界啊 不管你从这个围观世界 宏观世界 这个到宇观世界 他们都统一为什么 统一到量子上 所以实际上强调的世界统一性 强调世界统一性 这个辩证法派呢 就是强调这个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当时强调的是一个什么思想呢 他们就强调说 恩格斯强调什么 这个 这个整个世界上的运动形式有四种 这个我们上一学就讲了啊 有四种 那么这四种运动形式当中 它是有值的变化的 是吧 比方说物理运动 化学运动 这个生命运动 它们之间是有值的变化的 社会运动 它们之间有值的变化 所以运动的形式是什么 是多样化的 它不是统一的 都不是统一的 所以辩证法派呢强调这个运动形式当中的一种值的差异 一种值的差异 而这个基建论派呢就结合这个量子力学啊 它们就认为了这个整个世界运动呢实际上是统一的 有统一的 就是现在呢就是恩格斯 恩格斯当时啊其实他的思想里面强调基建力学 就是整个世界运动的基础是基建力学 所以实际上恩格斯的这样一个力学的观点 就是作为强调世界运动的统一性的这样一个观点呢 和现代科学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所以他们认为在恩格斯的思想当中呢 最有价值的不是他的这样一个 强调多样性的这样一个运动形式 而是强调世界运动的整个运动的这样各种运动的一种统一性 所以这样呢他们就提出来 恩格斯强调这个基建运动啊 是一个基础运动的这样一个思想 就把它叫为基建论派啊 基建论派 实际上呢他们强调的是什么 就是说想用这个现代这个量子力学的这样一个方法 来重新来解释这样一个世界的这样一个运动 来解释这个马斯主义的这样一个哲学 因为这一派的这样一个思想啊 因为这样一派思想 它是和现代的这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联系的 所以呢 他们往往啊 把波格丹诺夫和布哈林 把这个波格丹诺夫呢和布哈林啊 作为自己哲学的这样一个代言人 代言人 为什么要把这个这两个人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呢 因为这个波格丹诺夫啊 他是这个 他也是这个当时啊 布韦斯维克思想家啊 也是是一个左派人物 那么他在当时呢就说了 就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到了这个十九世纪 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就是经过了这个物理学革命以后 他应该和最先进的思想相结合 就应该什么 和马和的哲学相结合 就是说他应该用这个马和的哲学啊 来补充马克思主义 而不应该呢 在固守在这个旧的这样一个理论上面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那么布哈林呢就强调啊 用新的这个 二十世纪初的这样一个社会学 社会学啊 他的社会学的成果 来重新这个修改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 特别使这个历史维吾主义啊 脱去这个黑格尔的色彩 脱去黑格尔色彩 他认为这个黑格尔色彩呢 实际上是一种 诗变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历史维吾主义啊 就说他是啊 不具有这样 就说这样一个黑格尔色彩 是太诗变了 就说他没有这个 不可能有现代的内容 比方说关于这个哲学当中 他就没有一个量的概念 没有一个量的概念 而且在这个结构上呢 也是缺乏这个系统认的 所以他当时要用当时的 这样一个系统认的观点 这个方法 以及社会科学 包括这个马克思维博的 这样一个方法 重新来改造历史维吾主义理论 所以他们都主张啊 用一种新的这样一个理论 结合当时的新的自然科学 和新的哲学成就 以及这个社会科学的方法 来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以这样呢 这个思想呢 刚好和基建论派的 这样一个思想啊 就就吻合了 思路吻合了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波格丹罗夫呢 和布哈林啊 当作这一派的代言人 当然这个 对于这个布哈林来说呢 他是很注重这个 历史维吾主义的研究的 同时强调了 就是说现代自然科学 和哲学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强调 19世纪的这样一个 所以他这个自然科学的基础不同 他的思维方式不同 对哲学的影响也就不同 所以这两派呀 可以说这个发生了非常激烈的 这样一个争论 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那么这是第二派 那么第三派呢 就是斯大林 以及支持斯大林的 这样一个职业哲学家 这一派 那么这一派呢 他们主要是 就是我们最熟悉的 米丁 康斯坦丁 诺夫 尤金 这在我们国家 这个他们的当时 米丁 尤金 那个解明哲学词典 毛泽东都读过的 你们看这个毛泽东的读书笔记 在当时都读了 就是当时这个苏联的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哲学 可以说对中国的这个马克思主义 当时产生了二三十年代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 产生了很重大的影响 包括这个毛泽东在这个 矛盾论里面 就有对这个德伯林的 这样一个批判 对德伯林的批判 当时也是受到这个 因为他当时读了 这个米丁 康斯坦丁 诺夫 和尤金的这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本原理的这样一些著作 这三个派别之间的关系 这两个派别 他们是在前期出现的 就是这个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 这样一个前期 这样一个真正的过程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二十年代 中期一直到这个 二十年代 就是说一九一七年到二十年代 中期这样一个时候出现的 这两派的一个共同点 一个共同点 就是说虽然他们在这个 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个理解上 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 和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的关系的理解上 他们是不同的 但是呢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有一个共同点 都否认列宁有哲学 都否认列宁有哲学 都认为列宁只是一个策略家 一个策略家 没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哲学 后来斯大林 斯大林学派的兴起呢 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 就是批判前两派的 这样一个观点呢 就强调列宁是有哲学的 列宁是有哲学 所以实际上呢 他们两派呢 出现在第一个阶段 到第二个阶段 从这个二十年代 中期开始 中期开始 那么斯大林学派呢 就出现了 所以他是 我们说他是一个相继的过程 不是说他是同时的 他是同时的 而这个斯大林派 和这个前两派的 一个根本分析就强调 就是说这个 他的论题啊 也是在转换的 如果前面呢 他们是关于这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科学的关系 哲学的自然基础的 这样一个关系的争论化 那么后一派啊 和前两派的这个 就是批判前面的 这样一个思想派别的 这样一个斗争呢 他主要是围绕这个 列宁有没有哲学 展开的 是批判列宁哲学 那么在这个 这三派当中呢 可以说这个 德伯林派呢 是战胜了这个 基建论派啊 战胜基建论派 当然我们说了啊 苏联哲学的一个 很重要的特点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他和这个 政治啊 在他的哲学当中呢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当时因为这个 德伯林呢 是苏联的这样一个 占据了这个 苏联科学院的 这样一个职务 所以呢就把这个 基建论派呢 就给这个 当时通过一种 政治手段解决了 基建论派的问题 后来呢 斯大林派兴起以后呢 就说这个 德伯林是维能派 而且呢 不联系苏联的实际啊 讨论问题 所以呢 这个苏联 当时所有的 因为这个德伯林的 这个哲学地位很高 所以所有的苏联哲学家 都跟着这个德伯林跑 后来这个斯大林呢 就29年 12月份的时候 就在他们这个 红色教授学院呢 就去做了一个报告 然后就批判了这个 德伯林派 所以后来 马上所有的 这个苏联哲学家 都转向了 然后就对整了 这个对德伯林的批判 所以实际上 还是以这个政治啊 来解决了 这样一个 一个哲学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 这个政治生活呢 在可以说 在对于苏联 在哲学当中啊 它是一个 很重要的 这样一个特点啊 你们看 我们在前面强调的 这个苏联哲学的 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说 它作为国家的 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啊 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象征 就是这个政治啊 在它的这个当中啊 起了一个 很重要的 这样一个作用 这样一个作用 这是我们讲的 这三派的 这样一个特点啊 三派特点 以及它们相继的 这样一个产生